咦?前面好像發現了新的物種 讓我記下它 遊戲概述 每人輪流拿取版塊並放置 推進小獵犬號之後再補版塊 之後就會到下一位玩家 直至各人都放置了十二塊版塊 遊戲就會結束計分 遊戲設置 每位自然學家拿取自己喜歡顏色的筆記 拿取一個響導 隨機抽一塊理論 由最近坐過船的玩家拿取達二文標記 或者隨機決定 打開遊戲版 響導 論文 羅本 將它們放在對應的位置 接下來就隨機翻開九塊的版塊 之後就隨機拿取人數乘十二的版塊 如果以三人遊戲為例 即是拿三十六塊 把小獵犬號放在這個起似的位置 將理論版塊分成兩塊 之後再翻開三塊 設置已經完成了遊戲可以開始 遊戲開始 由由達二文標記玩家開始 順時針輪流執行以下動作 裸取版塊 之後再移小獵犬號 裸取版塊 在小獵犬號所在一直行的三塊版塊裡 選取其中一塊 裸取動物表示對動物研究 動物需要放在筆記上同顏色同類型格上 如果那個格已經有動物在上面 就單純覆蓋上去 動物的下方就是獎勵 就例如這個盲加拉虎 在遊戲結束時 沒有被覆蓋就會得到一分 而這個圖案代表 這隻動物是標誌性動物 亦代表可以立即拿走達二文標記 如果在遊戲結束時 仍然擁有達二文標記 就會得到兩分 而這條黑曼巴蛇裡面的圖案 就是代表 立即得到一個響導 響導的上限最多可以持有兩個 而這隻狀甲裡面的圖案 就是得到一個羅盤 而羅盤的上限最多可以持有五個 而這隻卯丹英帽裡面的 繪製海圖圖案 就是代表在遊戲結束時 沒有被覆蓋的話 每個羅盤都會為牠帶來一分 拿取人物就表示 受到啟發 人物就要放在這些位置 而且每人最多只可以擁有三位人物 人物亦不可以覆蓋 而人物的下方同樣都是獎勵 移動小獵犬號 放好板塊之後 就把小獵犬號順著箭頭移一至三步 之後補回板塊就可以到下一位玩家 遊戲一直進行 直至補充區再沒有板塊為止 這樣在這個時候 每人在筆記上都會有十二塊板塊 這樣這個時候就會結束計分 除了以上規則 遊戲還會有特殊行動 在你回合裡拿取板塊之前 可以支付一個響道 用來進行特殊行動 可以選擇把小獵犬號 向前或向後移動一格 或者把小獵犬號的直線三塊板塊 放到入依一個供應堆的底部 之後再補充板塊 接下來就如常進行自己的回合 遊戲規則大致就是這樣 現在再來補充一些遊戲的事項 當玩家再度拿取同顏色同類型動物的時候 會把新的動物覆蓋在舊有的動物上 這樣就代表玩家再度深入研究這類型動物 而同一類型動物也可以被多次研究 只要每次有動物被覆蓋 就可以拿一塊理論 或者選擇上面這兩個位置盲抽一塊 也可以在下面選一塊 再放到筆記上這些位置 而各人的理論上限最多只有六塊 理論都是一些遊戲結束時獎勵的分數 例如這個理論 在遊戲結束時 在亞洲上每一個動物都會為你帶來一分 這樣這裡就會有四分 要留意就算被覆蓋的動物都計算 而這一塊代表 未被覆蓋的響道圖案每個兩分 這裡有兩個響道圖案就會得到四分 而這一塊的理論就是左上角的區域 每有一塊動物都會得到一分 其實理論版上的圖示都很清晰意明 不過如果你真的有不明白的話 你也可以參照遊戲的說明書 而當玩家完整地研究了一個動物的類別 又或者完整地研究了一個棲息地的類別 這個時候就可以立即得到一個論文 將論文放在筆記左上角的位置 論文快快都沒有區別 都是單純的五分 結束計分 沒有被覆蓋的動物分數 加上沒有被覆蓋的繪製海圖乘以羅盆的分數 論文和理論的分數 還有不要忘記持有達爾文標記的玩家會得到兩分 分數加種最高的玩家就是最有前途的自然學家 你也為了物種起源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小獵軟毫之旅追隨達爾文 是一款以動物為主題和很精美的家庭出遊 遊戲的說明書好像故事書一樣漂亮 而且遊戲還有一本 收錄了遊戲內所有動物的附錄 拿著這本附錄和小朋友一起認識 世界各地的動物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了這次又介紹到這裏 如果想看更多類似的卓遊資訊 記得訂閱我頻道分享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